您觉得你比如说经历这个疫情这个事情 在您这么长的人生经历里面 算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它的重要性有这么大吗 非常大 就是说我的判断是两个基本判断 一个就是说 这是百年未有的一个历史剧变 同时也是百年未有的历史的危机 那么当然这个有一个就是说 我有一个框架 就说二战以后 这个人类世界的历史是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1945开始到1990 就是所谓冷战时期 1990年东欧苏联瓦解以后 那么世界就进入一个 我称之为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时代 那么到了2016年 2016年是两件事 一个就是英国偷 一个是特朗普上台 它就标志着 我称为一个后全球化时代 那么2020年这次疫情 后全球化时代就全面的 它的内在矛盾的各种问题就全面的展开来了 而且它和以前都不太一样 因为以前呢 就是说比如说冷战时期啊 或者是全球化时代啊 就是它总有一个 总有一个有一个必要有一个说法 是 社会对资本对决针的 所有一个认识世界的框架 框架 那么到现在后全球化时代 它就没了 现在到现在为止最基本问题我们都不清楚 这个病疫 新冠病毒到底是这么回事 不知道 同时没共识 这个我们都体会的 这个根本很多都没办法进行谈话了 没办法进行对话了 一谈就吵 是不是 就是我们处的一个无真相 无共识 没有确定性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危机 它和别的时代的危机不完全一样 它现在让人恐惧 让人不安的 我最不安的是 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这是过去是很罕见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怎么应对这种 所以我自己跟自己定了一个 面对疫情 我跟自己定了三条 第一个观察 很多事要观察 因为你不知道 不要轻易下节论 另外就是需要等待 就很多事情现在都不能着急 就是特别特别需要耐心 但是还是要有一个坚守 对自己的一个 至少我现在的基本立场 基本的家族传统 我的家族的理想 我还得坚守 我不能一片混乱中 就跟着大家 跟着大家走 那不行 是吧 那么因此 我就觉得 就需要继承 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 另一个传统 就是司马迁传统 我记下来 我给自己定了个位置 在那边缘问题上 关系和讨论中心问题 就当司马迁 我一直就是这个逻辑 后代人总要关心这一代 所以我说我是为自己协作 就进入一个很自由的状态 就我不准备发表 也不准备对现实 发表产生任何影响 也不想让自己产生影响 就是自觉地站在 一个边缘的位置 我是历史中间物 我扮演的角色 是上面继承前一代 同时为后一代开路 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 最重要的传统 不仅是传统 这里一个是有高度自觉性的 最对自身的局限性的 一个高度的自觉 就是我经常提到的 就是自己的 我们代人形成的一个缺陷 好 正好了 可以了 走 秦老师 走吧 我当时没有到贵州 留在北京 那这个人生会是什么 别瞪 别瞪 他们在门口等着呢 看到了 没有 没看见 老朋友们都在门口等着呢 老师想去看您 不让进去 老师 没变化 老师没变化 把秦老师交给你们了 我的人生是有一个缺陷的 我曾经给自己一种结 没文化的学者 还有没趣味的文人 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知识节过程的问题 第一个不懂外文 完全不懂 第二个就是 对中国的古代文化不熟悉 我虽然研究陆旭 研究中族人 但是我禁不了他们的 因为他们是 文人的趣味很 很浓很浓的 你离开文人趣味 更无法理解他们俩 那么你不懂外文 你根本就对西方理论也不熟悉 也不 根本没办法来 跟世界接轨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了 就是说 这里涉及到更大的问题 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了 就是中国的 现在当然没有大师 大概是鲁迅之外 没有人 我自己 因为我现在处的地位和条件 我应该成为大师 但是成为不了 不是我不努力 我是历史的局限 造成了我达不到 他这个实际上 有一个内心的 一个很大的苦门 甚至很大的痛苦 是个隐痛 这时候恰好是鲁迅 就给我找了一道出路了 就是我上鲁迅课 我很有意思 它是分成几个阶段 就我第一阶段上鲁迅课的时候 就是八十年代鲁迅课的时候 这个不仅我自己主观投入 学生也非常之投入 那课堂上就是一种感情的 生命的一种投入 因为他们也经历了 他们经历文革 他们经历了这一切以后 跟我也一样的经历了 我们这个时候来接受鲁迅 他就是一个很强的主体投入性 那学生听听就哭了 那么到九十年代就不一样了 学生两派 一派就认为我们现在还是需要鲁迅 这是一派 另一派就差好相反 鲁迅是很了不起 因为经过我上课以后读着很了不起 但是它是另外一个存在 我希望它是像博物馆的一个伟人一样 跟自己的生命体验无关 不仅无关 它别干扰我 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 就是很大的转变 就是我可以崇敬你 我可以尊敬你 但是你和我 你不能进入我的生活 到我最后上 鲁迅克 就另外一种反应 很多现在都 就是说都没有精神追求 因为它还有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它在同时这个时候 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 就是它说我们那些 追求真理 这都是笑话 对 现在就是谁强 就是这个力量 它是这一套逻辑 但是这当中 总会有另外一种想法的一些人 在北大尔结束我的课程以后 我很感动的是 一个学生写的封信给我 他说 钱老师 我非常喜欢听你的课 什么原因呢 就是你的课向我显示了 人的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的可能性 尽管我无法做到你这一点 甚至我必定完全认同你这一点 你的 但是你让我知道了 就是还有另外一种存在的可能性 它这个会影响我 后来我就 我非常欣赏这个说法 就是我说 我在北大存在 就是这么一个存在 是一种一样的存在 它不具有标杆性 也不具有标本性 也不具有榜向性 但是北大就需要这样 另外一种存在 北大不能只有一个声音 我就说 如果打比方的话 我是北大的乌鸦 这个北大不能都只有乌鸦 但是北大必须有乌鸦 有这个和没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 我说有些朋友也说 哎呀 老钱 你不该介入这些事 如果你不介入 你的成就会更高 这是可能的 但是社交有更根本的问题 也是鲁迅说的 知识分子它有几个层面 第一个 你要拥护 第二解释 你必须解释我这个 把它学术化理论化 最后就宣传 现在这样的知识分子 在主导地位 就知识分子它有多种职责 它比如又是文化传承的职责 它也有面对现实 批判现实 这都是需要的 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 就知识分子应该给社会 不断提出新的价值理念 新的思想 新的理论 就我认为 中国知识分子的 最基本的职责 我们要创造一个 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是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一种 新的理论 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 基本的职责 就是我的终身遗憾就是创造功能 我现在创造功能不重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愿意做一个 就是要做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 就是把学术资源 转化为一种私障资源 转化为一种社会资源 我希望影响年轻一代 关注现实问题 总结中国经验 提升中国理论 那么这样的 我的优点就是 经验非常丰富 就是人生经验极其丰富 还有生命体验 特别特别强 就是我的任务就是 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两大优势 它背后是一种真正的自信 其实我知道我这两条是别人达不到的 这在啥 但是在你当时多 我们的买上海 我有这些 会不会你要买的 不是 这上海比多海适合 好吧 挺好 你看你这种大优势 我今天就发现烂了 你干脆啊 去先吃 去先吃 来 我给你们看这个 这就是当年我们这群人 真感慨看到这张照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像现在的样子 像像像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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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所以如果我一直留在上海 我说不定是一个演员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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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我来承担 不传道下代 不营养下代 绝口不提父亲 后来父亲同很多人想和他联系 他都想继续给钱 他都拒绝 所以他的印象 我对的印象就是 整天在编毛衣 就一切都不说 所有的事情他都顺从 但是他始终是默默地支撑这家 但是不说话 我这一辈子总算没有连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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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性格一般比较软弱 但是我说一个这种女性 她都有一种锐在的坚强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对我有影响 你觉得崔老师对你的性格影响大吗 那个说到这个宋文贵书 我其实是我刚跟你说的 是内心是软弱的 就是我的尖锐全部在文字上 在一家生活我是一个非常之软弱的 非常软弱的一个人 他有极强的内心力量 所以我们之间特别到晚年 也有一定的矛盾 矛盾在哪里呢 就是说这是他的痛苦 他是一个很强的事业性的人 到了晚年退休 他没有人用不知地 他的生命存在 就变成协助我支持我 作为他生命存在的一个 所以他最恨别人喊他前夫人 我怎么是前夫人 我是吹个音 我是吹大夫 所以我平时我都不在意讲这件事 就是人家说 你夫人对你怎么好 我就不大愿意讲 就郭富强这份之处反而忽略了他的 对 本身的独立性 所以他后来为什么提出 你看那个吧 崔又欣经的问题 对 他生前他提出要编的 这个是很罕见的 一个是很少有生前编一个人的 那都是死后才编的 而且他自己本人提出要 我一听就明白了 他也表示要留下一个 独立自助的 崔可欣的存在 对 而不是前夫人的存在 要不去吧 那太厉害了 这个太厉害了 对 我说一个独立性 他都有一种坚强 贵州当时没人敢货接受 他是敢的 所以他懂 一般的妇女 都会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埋怨你 我找跟你说别人 乱说胡说八道 你胡说 搞个家里 因为 这些受影响 不是我 不是只是我 还有她 另一种可能性 有些 他会非常同情你 非常痛苦 反应很强烈 这两种 他都不是 而是他采取什么态度 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好厉害 好厉害 很厉害 他当时引发了 我的思考 就是 就到了养老的时候 老年的时候 怎么还能够继续的 就自己的独立存在 这是一个难题 像我这样是很容易 因为我可以写作 那么对一般的 一般的女性 这么办 您跟他这么讨论过吗 讨论 我们的这个关系是罕见的 所有人都讨论 生死问题 死后怎么样 他们怎么怎么怎么 全部讨论 毫无顾忌 他最后把自己生前所有事 全部安排好 整个过程中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留一滴眼泪 这一切都是 都是 想过的 都想透了 都谈透了 这种事情还没了 就是我走了 你的贵族去 在那里的 前老师最早来的时候 是住在这个寺庙里面 原来也没有这个大街 后面有一个牧楼 当时就是一个很年轻的 和同学 和同学 和这些学生 打成一片 打成一片 非常关系 非常融洽的那种 前老师当时特别爱踢足球 他也踢足球 他是微笑足球队的教练 足球队的教练 这个是老微笑的一个老师 您好 您是什么时候认识钱老师的 五九年就来了 你比他早一年 早一年 他们其实生活非常丰富 演过两个大剧 演什么剧 话剧 什么话剧 年轻一代 千万别忘记 千万不要忘记 好像可能就 您去演了吗 我没有 吹了师爷 吹了师爷 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亚非 那个就是歌剧那种味道 歌剧还有 这么厉害 不是要化成那个专门 因为我的头发 有点那个是 要化成黑色 因为是头发是 有点卷 自然的 缘比较长 所以就演两个非嘴 很有意思 对 当然是考试北大轰动全程 是吧 你看照片 是当时的报纸 您保留得真好 然后上面就叫北大现代文学考生前例群 这里 这是前例群 这是新华社的稿子 中文现代文学考生前例群是贵州安顺地区师范学校教师 长期刻苦专研业务在鲁迅研究方面下了苦工 能写下50万字的关于鲁迅的文章 有的已在报纸上发表 这次出事 它是现代文学专业考生中成绩最好的 当年这个前日是在安顺学院上课的时候 当时这边比较疲借 这边就人很少 遇到要谈论一些问题的时候 就会到这边安静放心 有一次他给我们讲那个茉莉莱喜剧 他说像做地下工作一样 大家来了就一起来 一遍到就很在爱 一个个自己的 然后里面去讲茉莉莱 现在年轻人也很难想象那个 钱还是拥抱住 又完全不懂足球技巧 就读毛处语录来 知道 当时我是十六七岁吧 那个鲁兴歌我们就知道 很严肃的 很灰色的 很深刻的 有时候还似懂非懂的 然后我印象很深 也就是在安顺师范那个小屋子里面 他说起鲁兴来的时候 哎呦我们觉得做生皇 没非色舞是吧 哎呦我就觉得 可以这样读啊 书原来可以读 当然一讲游乐戏 先帽子 脱衣服 他满头大汗 我们是满脸的这个泪水 那么就出现一个反复的心理变化 平时那五天呢 都是非常沉 然后呢到周末就去那 现在呢 是那个慷慨疾患的 特别的亢奋 回来就亢奋 好 回来这几天 回去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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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去了 就起一些 所以我害得他们 对 就是这么一个反复过程 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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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奋剂是吧 周末去服兴奋剂 那个顿时就是 不乱事 就是欺负 我们一帮子来 十二个人 拉着手风挺 然后的话 一帮人就在那嚎 kell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钱老师刚学会打麻将的时候 我从乡下回来 我基本上不回家 我都是他卫校 在钱老师那儿住 那晚上拖着我跟他两个人打麻将 二人麻将啊 打到半夜 他刚刚学会打 他心情特浓 不是 我从小就会 喜欢打 找不到人打 就两人打 两个人打 在那个 钱老师那儿玩 然后呢 我们后来就从 那个所有的那个名著里面呢 选一段一段的 然后呢 大家就去抽 抽来读 那次钱老师抽到一个条子 特别好玩 我永远记得 是 我都记得了 钱老师抽到一个什么呢 是小奶子呢 还是什么文学作品 我们全部都是文学名著里面 因为那时候呢 师母一直都在 我们以下都是比较严厉的 但是呢 老师抽到那条子是说 我最怕回去见到 冰冷的菜汤和沸腾的老婆 我记得 哇 这么生动啊 我当时 特别是这件事有一样 因为没想到老师会抽到这一条 然后就是这样一方 就是这样一方的人 像我 现在没上到中学 他也没上过 我也没上过 七八年高考 我们这一帮人全体考了 全都上了 哇 真是厉害 每一个人都上大学了 大算都没有 全都上大学 是吧 我都不认识了 讲这里呢 我就顺便说一下 大人都在了 就是说 我们这样一种 明江思想的承诺 在全国范围内 这种明江思想的承诺 能够坚持到现在 几乎只有这个 就这么一个边缘地区 这么一个一步 但居然是凶化世界 看 这世界很大的 非常有毅力的价值 对 我们始终在思考 中国相合出去 世界相合出去 我自己相合出去 而把自己相合出去 和中国相合出去 是连在一起的 对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非常难得 每年春节 我们都有 所以我觉得 不仅是我给他们 我这一次 事实上也是靠青年之职 从他们那里不断地进去 就我刚去贵州 一去贵州 当头一棒 你这个人来就是 你这个人来就是改造的 你可别想出去 我分到的是教语文 只是分到卫生学校教语文 卫生学校的学生 根本就不重视语文 我一样非常深刻 我到课堂 站着课堂 第一个就看课堂 放了骷髅头 看了一个标本 我怎么讲课 这怎么办 那么我当时就出了一个 两难的境界 就是留下来 怎么留住 走又不让我走 那我怎么办 我就想起中国传统的老话 叫脚头三酷 我说我 搞两酷 我要做这个学校 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我把这个字作为一个 定位正习目标 因为人完全没有现实目标 只有理想目标 你很难坚持 你就必须有一个现实可以实现 然后你有一种成功感 你然后就获得这种意义 又有一种成功感 又有一种意义感 你才能够活下去 但另一方面呢 只是现实无患 没有理想无患 因为可能最后就被它吞沐了 被现实吞沐了 我要研究出去 而且我